這裡是實驗室嗎 什麼是做便當的農藥檢測室 你叫他拿報告 他一定拿出來給你 可是問題是那個報告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不猜 那我們就自己做檢驗 大陸女婿成台灣便當霸主 說起這位大陸女婿 林峰來頭可不曉 她原本出身大陸麻將世家 早期是麻將 我們家是麻將世家 就是我們是科麻將的 所以宋美玲他們層層 這些他們講那個高階的 國民黨他們用的麻將 都是我們家科的 手工的象牙麻將 文革後 祖父被打成黑五類 林峰父親被迫 四處流竄做生意 我外婆就很怕我登不上戶口 所以就乾脆從母系 後來林峰從北大經濟系休學 到加拿大取得MBA 曾在美玲證券擔任分析師 年薪一千萬元 看似人生勝利組 卻因老丈人生病 他返台協助 從此人生轉向 那時候七間直營店 然後大概十三四間的加盟店 總共加起來差不多二十間出頭一點點 那個時候應該是虧損 差不多啦五六百萬 對 危機也是轉機 林峰開始整頓老店 第一步是先把大家以前的股份先退回去 先整合了股份 第二步呢其實就是整頓老店 做博物館 後面才開始做直營店 加盟店 開始拓展 2009年 林峰成立企業總部 蓋新廠 並著手拓展大陸分店 去年轉戰新加坡 如今海外及全台擁有兩百四十家分店 一天賣出十萬個便當 創下二十億元年營收 成為台灣便當霸主 除了傳統肉片的池上飯包 他還新增五股養生便當 當然雞腿和懷舊排骨 依舊是店裡人氣商品 最近更針對小朋友 推出熊貓便當 生比較多啦 其他的新口味 只會嘗試看看 算是東部比較有名的牌子 林峰從丈人手中 接下便當事業 生意蒸蒸日上 這也讓老丈人很感恩 當年的金融精英 成為今日的台灣便當掌門人 林峰心中還有個夢 有朝一日吃便當 會是件幸福的事